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现在发展逐渐扩大 很多地方的老房子或者一些村子都会被规划 然后重新盖起来 对于拆房子这件事情 一部分人很开心 一部分人就很不愿意 这种一直不搬走的人家 我们一般都会称他们为钉子户 这些人不搬走 一般都是因为补偿款上不满意 或者就是不想和居住了这么久的地方分开 但是有种钉子户很特殊 他们是用钉子就可以在陡峭的山边上住下来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攀岩 因为它很刺激 也能加强人的胆量 很多人会到处寻找一些悬崖 就是为了征服它 美国加州由上美帝国家公园里 有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块超级大的石头 名字叫球长巨石 它的一面特别的陡峭 它整个的高度可以达到914米 是目前为止最高的了 很多喜爱攀岩的人都以征服它为荣 千里迢迢去挑战它 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成功 不过有几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就做到了 他们花了20来天终于爬了上去 那么这20天他们吃饭住宿都在哪里呢 当然是住在悬崖上了 他们在悬崖上搭了帐篷 而且这种帐篷只用几根钉子固定 像小编这样的人真是想想都腿软 他们的心理也都是用钉子挂在石壁上 需要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到 我们普通人可能连想都不敢想 他们却把这个当做很普通的一件事 不过像这样的钉字户我们是做不了的 只有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员才可以 毕竟一待就是20天 像天气环境等都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他们往往也会在上面自拍直播 不过很多网友都想问 他们如果要上厕所的话该怎么办呢 他们也是世界上唯一不怕强拆的钉子户了吧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